好 我们接着再看下一段 我们接着再看下一段啊 那么接下来 这个 下一段呢 它也比较 有一点比较长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先读一下这个句子 ところで 保险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这个念成保险 保险 是不是啊 ところで 保险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人は事故や病気で いつ死ぬかもしれません 注略就表示 中点省略了 明白了吧 こういう不幸は 偶然で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し 起こらずに 済むかもしれません 好 那么 刚才呢 就说 这个读得比较长啊 读了两句话 我们先看第一句话 好吧 那么 大家就记住 在 阅读理解中啊 有一个词非常常用 就是这个 ところで ところで 表示转换一个话题 明白了吧 就類似于さで 那么我们来接着 说一点别的东西 理解了吗 ところで 这是这个 还有一个词叫做 ところが 就是把这个で 换成が 理解了吗 ところが 大家记住 ところが 它翻译成什么呢 ところが 它翻译成 しかし 理解了吗 它比しかし 更加正式一点 ところが 好 这个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你 当你看到这个前后文 就是 懂它的这个连词的话 我们会更好的理解 这个前后文的关系 这个是 ところで 保险とは何でしょうか 这句话 很好懂 是不是 那么 以后 大家一看到 とは とは 多半用于什么呢 在我们 n2 范围里面 它多半是用于 这种下定义 就是所谓的 什么什么 市值 什么什么 理解了吧 这是下定义 那么你如果 到了n1的水平的话 n1它还会加 とは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后面接着一些 什么吃惊啊 惊叹啊 类似于这样的 一个语气 比如说 一人で夜道を歩く 時の怖さとは 是不是 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 那种恐怖 とは 这个东西 哎呀 简直是 比如说 君には想像できない 简直是你不可想象的 理解了吗 所以这个 什么什么とは 它是表示 它其实就两个意思 一个是下定义 还一个是 后面是表示一种 惊叹的语气 或者说感叹的语气 这种感觉啊 所以这儿肯定是 所谓的保险 它是指什么呢 人は事故や病気で 这个都很短 所以我们直接看就行了 这个で 是不是可以翻成因为呀 人呢 它会因为 呀是变了两个名字 那么 因为事故呀 然后病啊 是不是啊 那么因为这些 いつ死ぬか いつ死ぬかもしれません 理解了吧 可能会 什么时候会死掉 理解了吗 那么接下来 こういう不幸は 这样的不幸 这有一个明显的わ 是不是啊 偶然で 它是因为偶然 怀るかもしれないし 是不是啊 就因为偶然 或许啊 它会发生 那么 怀らずに すむかもしれません 理解了吧 し就是病例 两个原因 因为这个东西 它或许是会 会偶然发生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 怀らずに 大家记住 你一看到 字就是ない 明白了吧 ない或ないで 那么它呢 就是在 不发生的情况下 すむ 这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这个短语啊 就是 すむ是这么一个词 就是它可以写成一个 记 明白了吧 可以写成一个这个 我写到这儿 大家能看见吧 すむ 理解了吗 すむ 我们说那个对不起 就是すみません 理解了吗 すむ就是 すみません 就是过不去 理解了吗 过不去 那么 すむ呢 就表示完结 完了 理解了吗 就结束了 就是说 它不发生 那么你就 比如说这一生 就平安度过了 理解了吗 这种意思 所以是 这样的一些不幸呢 或许呢 它会偶尔发生 是不是啊 或许呢 它会怎么样呢 就是不发生 我们平安 平安度过一生 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 ただ 不幸に遭う人は 非常に少ないことは 確かです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这里面有 有两个 哇 是不是啊 那么先看第一个 哇 就是人は 是不是啊 人是怎么样呢 確かです 这个是确实的 我们要看一下 因为这有两个吧 我们不知道 究竟谁是 塔西卡 是不是啊 先可以这么看 那么什么样的人呢 是不是遭遇到不幸的呀 是不是啊 遭 那么我们初级的时候 是不是学和 或者是会呀 是不是啊 和就是和什么 吻和 那么会就是见面 理解了吗 那么福工尼啊 就是遭遇到不幸的 这种人 是怎么样呢 是确实的 这个翻译成 确实的好像翻译不通 很有可能是 是很少的 理解了吗 因为前面有个很少 那么非常少 理解了吧 那么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的 那么非常少的 然后什么呢 也就是说 在这句话里面啊 大家记住 那么这句话的一个大的主题 其实是在哪里呢 是 是在这儿 那么是在这儿 就是说 这件事情啊 是肯定的 是确实是这样的 理解了吧 那么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呢 前面全部都是修饰他的定语 理解了吧 这么一大块 全部都是他的定语 这么一件事情 是确实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遭遇不幸的人 非常少 这件事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这么理解 确实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 就写成一个挖呢 其实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啊呀 这样的人很少 这件事情是确实的 理解了吗 应该用啊 那么他为什么用啊呢 就是说 他是一种比较性的语气 就表示遭遇的人 毕竟是少的 是不是啊 那么不遭遇的人 毕竟是多的 它是一种比较性的语气 所以这里也用了一个挖 理解了吗 好 因为这句话很短 所以我们也很好懂啊 就是 所以是 这么一件事情 是确实的 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 不幸に遭うかもしれない と思う 人がたくさん集まって その時に備えて 少しずつお金を出し合えば 大きながくになります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挖呀 没有挖 是不是啊 没有挖 你就直接看 那个句号后面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看 顿号后面 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顿号后面 因为它里面有好几个顿号 都很简单 显得 那么 就是 集まって 集まる 就是集合在一起 集まる 肯定有一个主语 是不是啊 谁集合在一起呢 人 是不是啊 人们集合在一起 怎么样集合在一起呢 たくさん 是不是修饰这个集合 人们很多的聚集在一起 那么 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记住 前面全部都是人的定语 理解了吗 我看都不用看 肯定是全部都是他定语 就是 ともひど 这么想的人 那么 怎么想的人呢 想的内容是 前面这一句话 是不是啊 ふこにあうかもしれない 理解了吧 就是 这么想 怎么想呢 或许 或许会遭遇到不幸 理解了吗 这样的人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怎么样呢 什么什么 にそなえで 是不是又是一个重要的动词啊 那么 そなえる 就是说 做准备 理解了吗 有一个被吗 为 为这个时候 做准备 に就是为了 是不是啊 为这个时候 そのとき 是不是啊 为那个时候 做准备 那么 那么还做一件 什么事情呢 お金を出しあえば 是不是啊 出しあう 虽然这个出しあう 大家没有学这个词 但是你猜得出来啊 ば就是如果 如果出 和就是一起出 是不是啊 一起出这个 钱的话 是不是啊 那么怎么一起出钱呢 すこしずつ 一点一点 是不是啊 すこしずつ 就是每个人一点 一点一点的 每个人一点一点的 然后 把这个钱 相互出出来 拿出来的话 那么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变成这么一个动词 になります 就会变成一个 巨大的数额 理解了吗 什么样的数额呢 大きな 意思是不是很好懂啊 虽然它没有吧 但是它 里面有好多 好多这种 小小的动词 而且中间都 中断中断中断 这样我们也很好懂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为了 那个时候做准备 然后相互出钱 就会变成一个 很大的数额 理解了吗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 その時に備えて 那么その時是什么呢 我也是建议大家 你明显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 好像根本就跟时候 没有关系 理解了吗 因此它肯定不是指后面 而是指它前面这句话 也就是说 那个 不幸に会うかもしれない と思う人が たくさん集まって 理解了吧 然后 就这样的人 很多聚集了 然后那个时候 为了那个时候 我们想想 根据前后文 是不是很好懂啊 好 那么 下面还有一句 还有一段话 当然跟那个 因为离得太远 它对于做题来说 其实是没有太多帮助的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 理解这种 就是说 在N2中 你怎么去看一个 长篇的 长长的句子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成念成 吉利 这个念成 ツモル 明白了吧 チリもツモレバ ツモル很重要 大家记住 ツモル这个词 是我们N2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词 是不是 它念成 基 这个是基 基就是ツ ツモル 它是一个自动词 明白了吗 ツモル 那么 ツモル呢 它是自动词 是表示一个东西 不断的累积 比如说 我造一个句子 雪が3m積もった 那理解吧 雪积了3米后 那么 它的一个 他动词是什么呢 是这个 ツモル 理解了吗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ツモル是表示 你去堆 比如说 机の上に 机の上に 本をたくさん積も 听懂了吧 机の上に 本をたくさん積も 是不是说 在桌子上 然后堆了好多书啊 这个堆呀 它是往上 有一种体积往上 因此呢 有一个词 我们常用 比如说 ケケンを積も 大家能理解吧 ケケン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 经验 它很少说 人会翻译成经验 而是翻译成经历 理解了吧 那么ケケンを積も 那么还有一个 比如说 我说 那个有一个词 是这个 ツミキ 大家能理解吧 写出来就很好懂了 词目变成MAS形 加上一个木 ツミキ 是什么 就是机木 理解了吗 因为机木是往上搭的嘛 懂了吗 所以这个词很重要 就是 切尘 就是灰尘 切尼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 那么大家记住 这个 トナル 其实就是ニナル 明白了吧 在N1中 大家会经常出现 这种语法 那么在N2中 还建的比较少 因此呢 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谚语 类似于这样的 表达方式里面 它可能会把 ニ换成ト 理解了吗 就是ト 它会显得更加 更加的正式化 这种 更加的深意一点 就是 是不是 我们说 基土成山 是不是 类似于这种 塵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のです 好 その大部分の人は 不幸に遭わずに 済みますから 不幸に遭った わずかな人は 他の人たちが 払ってきた お金をもらえる というのが 保险の基本的な 考え方です 那么 其实 除了第一句话以外 后面整个的 它是一句话 它是一句话 这句话特别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 有没有 和 这里面有一个和 大家看到了吧 这里面有 不止一个和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和 人和 这还有一个 人和 理解了吗 那么 大家记住 你再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这两个和 前面这两个人 因为都是人和 人和 那么你在文中 当你看到 两个人和的时候 那么 而且 它都是 主语都是极其相似 你再看一下 它前面的定语 前面一个定语 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然后下面这个人 是不是 瓦子卡的人 理解了吧 瓦子卡就是 仅仅一点人 因此 这种一定是一种 两者进行比较的 一种语气的说法 就把 类似于两个 排比句放在这 这种人这样 这种人这样 理解了吗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不能把它 当成一个主题 因为这个 不是一直管到最后 这个也不是 一直管到最后 它是表示 这个人 这一类人是这样 这一类人是这样 它是一种 比较性的语气 理解了吗 这时候有两个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忽略 这两个弯 那么直接看最后一个 直接看句号前面 句号前面是什么呢 就是 考え方です 是不是啊 就是说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考え方です です 就是 那么这么 翻译就可以了 就是 是 这么一个想法 です 就是 是这么一个想法 是 什么一个想法呢 前面是修饰 考え方的 就是 它是一个 什么想法呢 保险的基本的考え方 是保险的最基本的一个想法 理解了吗 它的一个思路 或者翻译成这样的 是保险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那么 谁是这个思路呢 というのが 理解了吧 这是它的小主语 这一点 という 叫做这个的 就是这一点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思路 那么 哪一点呢 大家想一想 它因为太长了 所以它加了一个 顿号 很有可能啊 前面整个的内容 因为它 我们没有找到大主题 理解了吗 所以呢 它很有可能 前面全部都是它的 一个内容 懂了吧 就是这一点 是它保险的一个 最基本的思路 那么 哪一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 两个挖了 理解了吧 那么 还是倒着看 建议大家 还是倒着看 那么 什么哪一点呢 就是 お金をもらえる もらえる 是もらう的 什么变形啊 是不是可能行啊 就是说 能够拿到钱 能够拿到什么钱呢 这前面 肯定是修士钱的 是不是啊 就这种 这都是修士钱的 理解了吧 那么 能够拿到钱 能够拿到什么钱呢 払ってきた 是不是支付过来的呀 谁支付过来的呢 ほかのひとたち 理解了吗 就是其他的人们 其他的人们 支付过来的钱 然后 能拿到这部分钱 理解了吧 那么 谁能拿到这部分钱呢 もらえる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主语啊 那么主语出现了 就是 ひとわ 这样的人 能够拿到这部分钱 就是拿到别人给的钱 理解了吧 拿到钱 那么什么样的人呢 记不记得 我说那是修士名词的 就是 这么一点的人 わずかな 极少部分人 能拿到这部分钱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过去史啊 这肯定也是修士名词的 是不是这样的 ふこにあったひと 理解了吗 就是遭遇不幸的人 他能够拿到这个钱 那么 好 这个就 这句话就结束了 那么再往前 再往前看啊 から 大家记住 から呢 以后大家一看 看到から 你就两条思路 一个から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从 我们在初级的学的时候 比如说 くじから 明白了吧 这肯定是从九点 还有一个是 くじだから くじだから 翻译成什么 因为是九点 理解了吗 所以呢 から它一直到 N1它都是这两个意思 那么 你如果看了它 前面接名词 那么肯定是从 如果是接什么呀 接一个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说可以打句号的 那么它就是翻译成因为 因此你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打句号啊 都有一个mas了 是不是啊 すみますから 所以翻译成因为 因为すみます すみます就是已经完成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怎么样结束了呢 あわずに 理解了吧 あわずに就是说 ずに に是修饰这个动词的 在这种状态下结束了 理解了吗 再没有遭遇 遭遇什么呢 是不是遭遇不幸啊 所以这个 这个可以画到前面啊 遭遇什么呢 遭遇不幸 是不是啊 没有遭遇到不幸的状态下 就结束了 理解了吗 是它的一个状语 就是说 没有遭遇不幸就结束了 就我们当然 字面上是这么理解 但是就是 你翻译的时候 不能这么翻 就是说 他们没有遭遇到不幸 而平安度过 理解了吗 那么谁 平安度过了呢 是不是人は呀 是他的主语 理解了吧 这部分人 是平安的度过了 理解了吗 那么什么样的人呢 その大部分の 又是修饰人的 大部分人 是没有遭遇不幸 而平安度过 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呢 于是 透明肯定翻译是于是 于是呢 这样的一些人 这个人 就能得到这些钱 理解了吧 那么什么样的钱呢 就是说 别人支付的钱 那么什么样的人呢 一点点的人 然后遭遇不幸的人 懂了吗 那么这一整个的内容 というのが 这一点 就是保险的想法 它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理解了吗 这是这个 所以这个句子 它虽然看起来挺长的 但是大家根据你所有的 这个 所拥有这种语法知识 是可以完全把它 准确的翻译出来 是不是 这里我重新说一下 その時とは 例えばどんな時か 是不是 那么第一个是 保险に入った時 就是入った 入る 是不是说 加入保险的时候 我问大家 这个地方 有没有谈到过 这个入る 就是说 有没有出现这个词 好像我们 从前到后 都没有出现过 加入保险 是吧 怎么买保险 没有说这个事 那么第二个 人がたくさん集まった時 就是有很多人 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その時 是指什么时候 那么什么时候呢 很多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好像 从字面上 好像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从意思上 大家 我们是不是读完之后 大家发现 好像 就是说 就是这么多人 他们都聚集在一起 然后 为了那个时候 理解了吗 那么 大家想一想 这句话的 前句话的主干 虽然它有这个词出现 但是它主要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说 人们认为 我会遭到不幸 然后为了那个时候 我做准备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 お金が大きな額になった時 就是钱变成很大额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钱变成很大额的时候 在哪 是不是 在它后面这个 その時に備えて 然后 那个什么 我们再这样的话 于是它变成这个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明显是它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你为了那个时候 做准备 然后如果你在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会怎么样 理解了吗 因此这个肯定是错的 是不是 你选后面这个 肯定是错的 好 下一个 家事や死亡で不幸になった時 就是 因为火灾呀 或者是死亡 变得不幸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 就是正确答案 能理解吗 也就是说 这个是通过文艺来理解的 通过文艺来理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这个地方 确实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但是呢 它的意思 它的这句话的重点 并不在这 就是 就是 它是说人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人们做准备 这个聚集在一起 和这个 它其实是一些并列的动作 是不是 你们聚集在一起 然后你们为那个做准备 那么 它并不是指 在这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为这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做准备 理解了吗 而是 他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做准备 他们都是为了什么东西 为了某一个时候 聚集在一起 理解了吗 为了某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有可能会遭遇到不幸的时候啊 能理解吗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记住 我们不能仅仅凭着这个形式来选答案 你起码要理解一下 是不是 因为这一题 它就明显的是 就是人们是聚集在一起的 人们做了准备 然后是为了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肯定不是只聚集在一起 懂了吧 而是指那个 就是说人们觉得 遭遇到不幸的时候 理解了吗 好 所以这是 这是这一段 像这样的一段 谢谢大家